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這部 我是主席林丹信聰 是不是臺灣這一波真的面臨到 所謂的超強梅雨來襲 今天是五二零 是馬總統就職五週年 原本馬總統今天預定在雲林 要辦這個就職演說 因為這一場大家是很害怕的 叫做超強梅雨來襲 所以說臨時取消了就職典禮跟演說 大家想說是不是我們面臨到一個 非常非常險峻 接下來還有說是 接下來一個禮拜 臺灣不管是整個西部 甚至到宜蘭都要面對很大的一個威脅 我們該理解 如何理解說這一次究竟梅雨 是不是真的所謂的超強 是不是史上最大 或者是說這一波真的會有致命性 致災性的這樣子一個降雨量出現 今天上半場我們要來好好談這個題目 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前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 吳德龍吳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吳老師 我前兩天今天臭的蛋 就是聽看到很多媒體都說什麼 致災性的降雨 史上最強梅雨 有這麼強嗎 其實在臺灣地區在梅雨季碰到這樣子強度的這種梅雨方面 每年總要碰到個三次左右 每年大概有三波 這樣這種強度的這種梅雨 所以並不是很特殊 在臺灣地區來講 那當然這樣子的雨量對臺灣來講 是很容易產生災害 但是你如果在媒體上面把它加個致災性的這個梅雨的話 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其實 其實他的雨可能就是像過去兩三天發生的 是 就是在昨天他有打到大好雨 那今天大概勉強快要打到好雨這個標準 所以這個在過去歷史上來講 根本不算什麼 就是過去的梅雨比這個強的是非常的多 而且在其實臺灣地區的梅雨來講 氣候上來講 六月的梅雨會比五月還要強 六月的會比五月還要強 對對 所以說我們歷史上看 一談到雨量就想到六三水災 六九水災 六一二水災 大部分都會在六月份 五月份有 但是如果說就氣候上來講 其實六月份的更要小心 是 所以今年梅雨季現在來講 大概是走 還沒有走到一半 後面還要小心 所以這一波完了之後 不要以為說這一波是超強梅雨 後面的梅雨都不強 沒有這回事 是 後面還有強的 但是不要把那個這個封面 就是說這一波是最強的 因為還沒有過完 你怎麼知道這一波是最強 所以媒體在報導說 不要太誇大 因為你如果每次都講說 史上最強 自災性的話 那講一次 兩次 三次 人來了 效應就出來 對 後面就大家就麻痺了 可是吳老師我請教你 昨天五月十九號 零點到今天凌晨 也只有二十四小時 我們看到這個是很恐怖的一個 降雨的情形 特別是在中部跟南部的山區的部分 中央山外這邊 甚至都已經超過在二十四小時 都超過三百毫米以上 再多五十毫米就叫做超大豪雨 那因此我們再說 南部跟中部山區 的確也傳出來了 道路坍塌的這些災情 我想問的是說 好 這個是昨天的降雨的情形 可是我們看到最新氣象局的資料 在七點的這一個預報的時候 他顯示的資料就好蠻多的 觀測的資料 實際的資料 我的意思說 所以這個問題是接下來 從今天 現在開始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就是我們到底該用什麼態度來面對 我想用這一個 這張圖來解釋 可能會比較 比較簡單一點 像這張圖的話 就是非常典型的梅雨封面 大家可以仔細看 就是這個封面 一直都在臺灣的附近 是 那這一次的話 是在臺灣的北部 海面這一帶 那臺灣地區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他封面前面都是西南風 都是西南氣流 那西南氣流會帶進來很暖 很濕的空氣 那碰到臺灣的地形 中央山脈 他很容易舉身 就是說風吹到陸地以後 會往上抬身 就產生雲雨 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昨天那張圖 你可以在山區裡面 看到中部山區 南部山區 有兩塊雨非常大的地方 這個就是跟這個風 跟這一個臺灣的地形 是有關係的 那在未來幾天 以這一張預測圖來講 起碼一直到禮拜四 臺灣的環境是一樣的 就是封面一直懸在臺灣的北部的陸地 跟海面這一帶 那臺灣大部分的地區 都是還是吹著西南氣流 是 暖濕的空氣 是從海面上 源源不斷地進來 那你受到中央山脈的舉身 所以其實最危險的地方 還是在中部山區 跟南部山區 在未來兩三天 這一個封面還沒走以前 沒有太大的變化 以前都要很小心 那再加上過去幾天 已經下很多的雨 臺灣的這個災害 常常是累積性的 就是說他前面的雨 還沒有消掉 這個土石把這個水吸飽了 再後面下的雨 他就沒辦法吸附了 所以災害很容易 在這個時間慢慢擴大 其實雨量沒有更多 那所以說就防災的角度 來講 在這一波封面 起碼在禮拜四以前 是 都要很小心來 我再這樣請教你 所以我們大概 接下來從今天開始 到禮拜四 大概不至於再出現 像昨天這種動不動 就兩三百公里 不一定 不一定 還是有可能 環境還在 就是說環境 這個西南氣流 這個帶進來暖濕的空氣 這個環境還在 那只要說他的這個強對流 他發展出來的強對流 移動性很慢 是 在同一個地方 OK 他就會累積很多的雨量 OK 所以以這樣子的環境來講 還是要很小心 所以我們目前還是要特別小心 是中部跟南部的山區 最大的雨量 我們沒有辦法說 會不會再出現 這麼大的雨量 可是就算沒有 他可能是雨勢出現 這樣子的情形 他還可能因為累積性 就算他只有一百毫米 他還是很可能導致一個 很大的一個道路坍塌 或土石流情形 但是以目前的資料來講 應該都會比這個大 都會比這個大 都會比這個大 而且大部分都很可能 很接近這個 還是會再出現 我們來看看南部的山區 已經傳出了一些災情 溪水沖毀溪底變道 居民騎車想板家 卻無法通行 只能等待水勢消退 高雄納馬俠區三天來 累積雨量超過兩百毫米 造成多處 連外變道中斷 這個臺二十一線從南沙路 一直到無立浦路段的話 總共有這個十二個地方 是要過水的地方 那麼三座的這個鋼片橋 都還在 九個這個過水航管的話 全部都被沖毀 無法通往甲山無離譜 要下山只能繞到台南南化 或是阿里山鄉茶山村 池城得多化五倍以上 風雨變道必斷 居民相當無奈 至於在桃園山區 雨量更驚人 累積三天將近三百毫米 造成溪水暴漲 沖毀晴河 復興 拉芙蘭和梅山四里 另外變道 對外交通中斷 連玉碎農路也遭土石阻礙 四百多戶居民受困山區 部分江戶到現在還是停電 趁著上午天氣放晴 怪手渡河運送居民學生下山 屏東霧台大午村 連外變橋也遭到大雨沖毀 趕著下山看病的富人 搭上流龍驚險渡河 流龍成為當地民眾 唯一的對外交通方式 但過程相當危險 原本預備下山的兩名學生 決定先留在山上 目前大午村物資存量 還有一個星期 還沒有斷糧的危機 不過居民還是希望政府 趕緊搶收便橋 讓他們安全進出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 吳老師 我要請教你 昨天我聽到媒體講說 什麼自災性的降雨 我就在家裡要等 可是我來說 怎麼會這麼熱 你頭還出得很嚴 我就想說 算了 帶我小孩出去玩 結果真的一整天 臺北都沒下雨 可是不能說臺灣就沒事 因為中南部山區的情形 真的很嚴重 今天呢 我自己還被拚得暗 我本來是騎腳踏車上下班 我今天想說不要 我還是那個換個方式 騎摩托車 免得下大雨 下午的時候 就真的下大雨 可是剛剛臺北又沒下雨 今天有些媒體講說 封面已經北移了 所以從今天開始 包括大臺北地區 包括宜蘭地區 都要非常非常小心降雨的情形 封面北移了 對不對 其實封面 你可以從這個 一開始在這裡 這是今天 今天早上八點在這裡 是 預報明天晚上在這裡 後天晚上在這裡 大後天晚上 根本沒有動 封面根本沒有動 沒有動 這個是 這個是媒體在描述的時候 怎麼會這樣講 我請教 那為什麼臺北下午下 那麼大的雨 一下就沒下 OK 你感受到這一個 非常熱 非常悶 這個就是在封面前的環境 是 那裡面會有很多的對流包長起來 對流包碰到的時候 就是下大雨 OK 那這個對流包是 一包一包 是這個一包一包的 他是會移動 就是現在看到紅色黃色 這個叫對流包 對對 那一包一包的 他通過臺北 是 臺北就下大雨 在那一陣就是這樣 那現在已經通過了 所以雨就停了 但是這些都還在消消漲漲漲 而且一直在往都是這樣子運動的 順著西南西流災運動的 所以說他一碰到就下雨 然後過了又停了 所以接下來四天 包括臺北中南部 大概都會像是今天臺北下午的那個情形 一下子突然間下很大很大雨 一下又沒了 那是指北部 在在在西南部的話 就比較 情況就比較差了 因為他一直被命中的機會很高 他長起來的包通過你 後面又長又又通過你 所以他會比比北部密集很多 所以累積的雨量就會大很多 是是是 導播再讓我們看一下 氣象局最新做的天氣的警特報圖 這是第七張的CG 我們來看看 他已經對全臺灣做出來一個非常正式的一個警報 也就是包括那個在整個西部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西部的情形 大概整個包括西部 一直到東北的宜蘭地區 現在都是豪雨的一個情形 然後我們看到特別是中部 包括南投 包括臺南縣 包括高雄縣 屏東縣的山區 現在都已經是大豪雨的警報 吳老師 我請教你 現在我們的警報系統 預報系統會做的比較精確一點 可是所謂的大雨 豪雨 大豪雨 超大豪雨 這個警報的對民眾所應該得到的資訊 是什麼 事實上他都有一些說明 就是說你超過 你如果是達到豪雨的話 意思就是說 你在二十四小時裡面 他的雨量是超過一百三十毫米的 大豪雨的話是達到兩百毫米以上 叫做大豪雨 超過三百五十毫米 叫做超大豪雨 是 那事實上在氣象上面 他必須下這樣子的定義 但是你同樣的雨量 下在不同的地點 他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一樣是兩百毫米 你下在低蛙地區 他淹水 你下在一個地形比較高的地方 他附淹水 是 所以氣象局 他沒有辦法去針對說這樣子 雨下在這個地方 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所以他只能夠很科學的就是說 我只有能力去盡量去掌握到雨量 所以告訴你大豪雨就是說 這個地方 整個中部南部山區 他的雨量會達到兩百毫米 以上這樣子的雨量的機會很高 那下下來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要配合像水利單位 農委會的這個土石流的這個管理單位 要配合起來 他才可以後續 他可以去發佈一些淹水的警告 因為我們看這張圖 其實感覺好像很恐怖 可是又沒有那麼大的意義 是如果說整個臺灣三分之二 全部都是要警戒的話 那到底哪裡該特別警戒 哪裡可以稍微放鬆一點 我想問的是說 譬如說臺北地區 或者是新北市地區 到底要用什麼心態 住在低蛙地區 要用什麼心態 住在山區 然後中部南部的人呢 他用該什麼樣的心態 來面對至少在禮拜四之前 可能會帶來的這些雨 是我們來看看 整個西半部呢 對於這一波的梅雨 恐怕都要加強戒備 大雨就像用到的 中南部山區一整天都出現 間歇性的大雨 台中南投下午甚至出現 一小時超過四十毫米的雨量 梅雨封面加上西南風 中南部山區首當其衝 一直到星期四之前 像這樣的大雨都還會出現 氣象局持續發佈 豪雨特報 山區在前幾天已經有發生 大豪雨的現象 所以只要再下一些雨 可能就會自災 所以中南部山區在未來幾天 一定要特別注意 至於北部地區上午原本 還是大晴天 午後熱對流旺盛 也下起了大雨 所幸持續時間都不至於太久 氣象局提醒 週四之前 封面都還在臺灣附近 北部的民眾也不能釣以輕心 台中南投加義 台南高雄及屏東山區 要小心一天有兩百毫米以上的大豪雨 西半部其他地區 及東北部也要嚴防豪雨 一直要到週五之後 天氣才可能會比較穩定 記者 臺北報導 吳老師 我們來看看氣象局 所做的三日累積雨量 阿里山是最恐怖 三天內下了三百二十二毫米 小關山在高雄市桃園區 也下了將近三百毫米 然後我們看到松鶴 高雄市桃園區的高中 上谷關 白冷 大概都是兩百六 兩百七 兩百八 以上的這個雨量 我們來看看這樣的災情 是不是會更加嚴重 交通部說受損的路段 已經有十二處 然後農委會說農產毀損 有七千多萬 臺中的青山電廠 有兩百多個人受困 南投包括信義鄉 仁愛鄉 竹山路骨 很多地方都淹水落實貪方 那雲林 等一下我們談到 還甚至在昨天有龍捲風的情形 嘉義 阿里山駐山的小火車停止 等等的這些 雖然沒有人命的直接災害 可是像道路或者是農損的情形 還是很嚴重 我想請教 接下來不同地區 不同住處的人該怎麼面對 由於這一次的這一個梅雨方面 我們從資料來看 他大部分在未來幾天 其實天氣形態會蠻類似 就是梅雨方面 懸在臺灣的北部海面 或者北部的陸地 很靠近的地方 都是西南氣流所提供的水氣 在影響臺灣 那所以說將來未來幾天 比較大雨的地區 可能會很類似 已經發生的這些區域 所以你未來還有幾天 你就可以想像說 如果阿里山未來 還有三百毫米的雨量 在兩三天裡面 可能會下下來 那其他的地方依序 差不多是那個量 那通常這個災害的 這一個發生的 這一個擴大 常常就是雨量 因為你之前的雨 他還沒有排掉 吐司已經飽和了 那你後面再繼續下 雖然雨量沒有那麼多 但是災害他可能會持續的擴大 是 所以以這樣 以防災的角度來講 就是在未來的兩三天 都要非常提高的緊急 就是要避免災害的擴大 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 人民的這一個保全 一定是最重要的 當然 你就不要在危險地區裡面 去穿來穿去 你如果不是住山上 你就最好不要去山上 對 因為過去常常有一些災害 是很很冤枉的 就是山上很危險 那你還跑到山上裡面 去活動 是 就碰到 是 現在的話 大家其實觀念 都有一點進步了 中央的防災 也是非常嚴格的 在執行這些工作 所以通常都可以當人民的保全 是比較好一點 那是你公路的貪方 土石的這個崩落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是 這是臺灣的土石的特性 所以接下來四天 包括中部跟南部的山區 要非常小心 各位觀眾 如果沒事 你就不要往山上跑 對 如果說地方政府 或相關的救災人員 要你撤 你就趕快撤 對 滴挖地區呢 沿海部分 沿海滴挖地區的話 偶爾會碰到 會碰到淹水的現象 因為剛才講的 這一次的天津特性 就是很多的對流包 假如說這些對流包在 在很短的時間 在某一個海邊 在某一個滴挖地區 他連續幾個包下來 也許十餘量 百 十餘量達到七十毫米 是 連續三個鐘頭 他就一定淹水 ok 這種狀況是有機會發生的 是 我再請教你 既然您來了 昨天雲林發生這件事情 大家看到這個鄉民 走到那邊死 龍捲風 然後幾百隻的 機支呢 就是無故 然後那個就不幸罹難了 怎麼會出現這種龍捲風 跟這一次的所謂的 很強的梅雨有關嗎 其實在梅雨風面之前的 很強烈的西南風 是是產生龍捲風的一個 很必要的一個條件 所以說在梅雨季 如果說大家碰到很特殊的現象 看到龍捲風 不要意外 這個是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是有產生龍捲風的條件 他主要產生的原理是這樣 他原來是 原來大氣是這樣轉 就是因為因為西南風很強 地面有摩擦力 他會這樣子轉 但是碰到強烈的雷雨孢 原來這樣轉的這個這個對流 會變成這樣轉 這樣就變成龍捲風 這樣轉一拉縮 就變成龍捲風 所以說你 你一個條件 就是要有很強的西南風 是 再加上地面的摩擦 可是我想教 這個是在山區 對 龍捲風 不是要在平礦的地方嗎 一般來講 山區的地表的摩擦力 是很容易破壞龍捲風 是 但是你如果大氣的條件 夠好的話 他就不怕這個摩擦力 但是這個的話 他其實時間非常的短 他還是很快地被地形破壞了 是 所以他會變成漏斗雲 他變成漏斗雲 就是懸空的 地面沒有吹到 是 他如果有碰到地面 才叫龍捲風 如果懸在空中的話 叫做漏斗雲 那個是沒有災 沒有沒有傷害的 所以說他是很短暫的時間 有touchdown 有碰到陸地 就大概那個機舍 大概就是那個時間被吹掉 不過這個可能是 就是一個正常 但是偶然被民眾 拍到 大家會覺得很誇張 可是其實也是一個 正常的自然現象 但是我們還是提醒民眾說 在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禮拜四 特別是中南部的山區 以及所謂的沿海 低洼地區 要非常小心 但是這不叫做什麼 超強的梅雨 因為這張梅雨 其實也沒說 在歷史上佔有多大的一個地位 但是還是要很小心 因為災情還是會發生 接下來我們要關心 證交稅跟證鎖稅 在去年通過了 所謂的證鎖稅 其實那個版本 大家覺得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通過 叫做八千五百點 這個天險門檻 超過了八千五百點 才要課證鎖稅 但是這個八千五百點的天險 在今天立法院的這個委員會 已經初審通過八千五百點 要取消了 另外要怎麼課呢 也就是說你這個賣股票 超過十億以上 才要課千分之一 這是不是我們在鼓勵大家炒股票呢 休息一下 我們先來看看 在今天立法院委員會 所出審通過的證鎖稅的版本 證鎖稅修法 立法院財委會上午進行出審 送審的版本由國民黨立委 孫大謙提出 不只綠營立委批評財政部 直接用國民黨版本修改 不合憲政程序 就連國民黨立委都擔心 這鎖稅修法之後 根本是名存實亡 賞戶不用課稅 那你認為要被課稅的大戶 是不是也會技術性的 這個來規避 所以說造成證鎖稅啊 講實在話變成名存實亡 我說的責任政治在哪裡 你財政部沒有版本 以後用這樣的方式修法 將來中華民國的政務官 都不用負政治責任了 雖然朝野黨團意見大不同 但最後仍在舉手表決中 初審通過 通過的新版證所稅 取消8500點的課稅門檻 散戶免徵 兩年後賣出股票金額 超過新台幣10億元大戶 選核實課稅者 可以贏虧戶底 稅率15% 選涉算所得 稅率為千分之一 原來8500以上才千分之一 我們這個是千分之五 這個大家都可以公平 而且還有核實 財政部長張盛和認為 修改的新版本 將減證編明 減少避稅誘因 而這個國民黨版 證所稅修正案 如果協商沒有黨團不同意 最樂觀 下星期五三十一號 可以三讀通過 記者 臺北報導 介紹今天下半場的 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政大金融系的教授 葉南評寅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蔡宇貞 主持人 觀眾朋友大家好 公平稅改聯盟的召集人 王龍長 信聰好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王龍長哥你怎麼看 在今天本來以為說 不會過了 但是後來出審還是過了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要取消這種 所謂的射算扣角的 這個八千五百點 很多媒體講天險 可是這個是不是真的要天險 你要到八千五百點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這個門檻 在今天我們強調是初審 通過了 那接下來還要院會三讀 才正式取消 但是這已經過了一半了 初審今天委員會 已經通過了八千五百點 這個所謂的天險門檻 在初審已經被拿掉了 第二個我才不太清楚 這個到底是不是很嚴苛的法律 或是故意放水的一個版本 售股賣股票 這是一年喔 一年你賣超過十億的話 是有誰一年可以賣股票 超過新臺幣十億 然後呢 才改過用所謂的 設算為主 核實為輔 那稅率是千分之一 那十億是多少要課 等一下我們來算一下 數學一直不太好 第二個證交稅率不調整 那IPO初次上市募股的 這個情形還是要核實課稅 我們來討論兩個 第一個八千五百點拿掉了 第二個超過十億 才課千分之一 我想大家覺得說八千五百點是天險 那看來是對臺灣股市的信心不足 那如果事實上 如果要設天險的話 當初的話 應該設八萬五千點 今天就沒有要再修法的 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當初就是說 設計出來這樣子的一個證書 所以得得得這些立委 尤其就是說在參與協商的 這一些人的話 我會覺得就是說他們的遠見 跟對臺灣的信心不足 所以今天就是說 這立法 然後執行不到五個月 然後一毛錢還沒有課到的時候的話 然後就是又要做修改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 說剛剛說股十億 是十億的這個部分 是一毛錢都不用課 十億裡面一毛錢都不用課 超過十億的部分 才課千分之一 也就是說我如果賣十一億 就只扣一億 那個部分在一億的千分之一 一億的千分之一 那就是十萬塊 對不對 對 只有就是說到 我賣股票 賣十一億 然後政府只跟我要十萬塊的稅 所以我們來想想看 就是說 如果十一億 我們就十億來看的話 十億可以賺多少 就是說 我想至少的話 他應該會比放在銀行裡面 定存要來得高 當然 否則我不用冒這麼大的風險 大家講說這是很危險的 那然後冒這麼大的 就是說風險 在股市裡面衝進衝出 如果就是說有這樣子的話 我連一連就是說 百分之一都賺不到的話 那我就把它放在銀行裡面 升利息 這樣子的話 每天睡安穩覺 那然後這樣子就就就好了 那所以就說 但是如果就是說 他賺 所以十億裡面的 如果是賣十一億的話 我們就用一趴 他就是很笨 很不會操作股票 他就只賺一趴 他也賺了多少 一千一百萬 那我們扣他十萬塊 我們來看 就是說如果說 這一千一百萬的話 他如果科綜合所得稅的話 要科多少 他要科四十趴 我們的綜合所得稅 超過四百二十三萬 就是四百四十萬 這個部分的話 他賺四百三萬以上的話 就要科四十趴的 綜合所得稅 那所以就是說 他如果賺一千一百萬的話 大概要科個 就是四百四十萬 沒有累進稅率的話 大概有三百多萬 在這一個部分的話 只要科十一萬 就是說在沒有 一千一百萬的話 他其實只要看科十萬 那這樣子的 就是說的情況公平 所以你認為立委 有在呼嚨大家嗎 是啊 本來就是說 當然 當然是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們講有所得就要瞌睡 這裡面很多人就是說 講就是說 這個風險很高 我們在就是說 之前去年的時候 在談症所遂的時候 大家講說 這個風險很高 那風險很高的話 我們知道高風險的話 就高報酬嘛 你如果就是說要有高報酬的話 當然就說高風險本來就是天經地義 他所理解的事情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在這裡面 的情況在講 就是說這些人 那難道就說這樣子的 就是說所得比就是說 每一天上班 無論就是說用體力用時間來換取 就是說來換取報酬的人 那在所得的這個部分的話 不應該嗎 那還有講就是說 激增成本很高 科不到稅 那我想要請問的 包括就是說國稅局等等 我們現在正在報 綜合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的 激增成本難道低嗎 那我們是不是 就是說事實上 科綜合所得稅的 就是說激增成本的比例 跟範圍裡面 那我們是不是來科 正所稅的話 就是合理 也應該是一個合理 那鈺貞姐 我請教你 然後就是說 之前我們在談 正所稅的時候 我認為我知道 您是很反對 這種就是很笨 你根本科不到 然後我只為了這種假 假象的公平正義 來去課這個 我們先來看看 現在正在實施的 其實很複雜 總之他還有所謂的日出 日落條款 對 從今年到明年底 就是兩年的時間 我們要來做這個東西 就是說 第一個叫設算所得 你如果股票指數 大盤超過八千五才要課 所以他說 那你如果設這個點 臺灣永遠別想超過八千五 看到八千三的時候 趕快通過這個法 快到八千五 就是已經碰到八千三了 他如果說臺股 超過八千五 是扣千分之零點二 對 然後到九千五 扣千分之零點四 零點六 到一萬零五百 到零點六 就講得很複雜 總之到現在一貓錢 這等於是加了證交稅 所以我想問的是說 所以現在政府是比較務實的 因為今天財政部 也沒有提出相對版本 就讓國民黨的這個版本 在立法院的財政委員會 就出審通過了 也就是包括立法委員 包括我們的財政部官員 乃至於包括馬總統 我們現在開始用一種比較務實的方式來面對證索稅 應該是說 國民黨在去年通過這個提出來這個法案 大家吵了半天 結果弄了一個八千五百點的怪獸 這個怪獸是讓全世界笑話 就是說臺灣怎麼會有一個八千五百點以上才克的這種證索稅 他真的是一個笑話 所以讓股市在這段時間的整個的走勢 整個的交易非常的不正常 這個不正常包括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於所謂的核實跟涉算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這個剛剛榮章有提到一些部分 就是說中石戶在臺灣的股市裡頭 他是屬於資本至少有幾千萬以上在市場上進進出出的這些人 這些人為什麼在這段時間 就是從去年的四月份的開始 這提出證索稅的時候 他們為什麼不玩 這不玩的話就是把資金移出去 監察院的糾正版本 糾正文裡頭有說 在去在前年2011年的時候 匯出海外的是195億美金 可是呢在去年 因為證索稅 我們匯出去了400多億 也就增加了將近300億左右的 將近兩百多億 將近300億美元的 這個出走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 那這些資金 有很多人說 你看外資四月份 五月份在臺股 整個買了一千兩百多億 有很多人說這些是假外資 因為那些中石戶早就出去了 那這個市場在去年 通過了這個證索稅的版本 除了八千五這個不公平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不公平 不合理的就是說 對外資是很優惠的 讓我請教 把他變成一個外資市場 通過所謂的八千五 這個所謂的很荒謬的這個門檻 拿掉了 然後再說 我實在不太認為說 叫做一年賣股票 超過十億以上 超過的部分 才扣你千分之一 這個叫課得到稅 可是這兩點 如果真的在三讀通過 不管是這禮拜 或下禮拜三讀通過 或者是接下來下個月 三讀通過 中石戶就會回來 臺股就會從天使 以前劉毅如的這個母親 郭婉榮的時代 他是一個賬戶只要賣出 超過一千萬 一個賬戶 一年下來一千萬 太容易了 那這個十億的這個成 這個交易量 現在有很多的中石戶說 你看我除以兩百個交易日的話 一天只要做五百萬以上的話 就很有可能被課到稅 可是這個是所謂的中石戶 大戶的一些想法 他們認為說 那我如果有賺錢 就等於是說 我做十億以上 還是讓你課好了 可是剛剛我們在講說 在市場上的規則 十億以上 如果說課千分之一 是十萬塊對不對 這形同說 我是一個大戶 那我一般在這耗子裡面 都會有所謂的退佣 那通常退佣一億的話 是退十萬塊 那等於是我超出十億的 那個部分 我一億的退佣 就等於捐給政府 其實沒有任何感覺 也就是我告訴大家 今天通過這個版本 對很多的中石戶 或大戶來說 就是毫無感覺 而且要迴避掉 也很簡單 所以他只是回到從頭 回到去年 在整個劉易如提出 證索稅版本之前 當作沒發生 就是回到原點 他唯一 唯一有差別的 只有在IPO 只有在這個上市櫃的部分 就是初次IPO的部分 跟新櫃 就是未上市的部分 把他納入到應該課稅 就是說去年 所謂的網品條款 回到去年的四月份的這個時間 只有IPO的部分有影響 其他的呢 就當作這一波 大家吵來吵去 股市蒸發了兩兆多 都當作一切呢 就當作這個過程 吵吵鬧鬧 浪費時間 浪費力氣 然後浪費大家的 這樣的一個精神 也浪費了股市 蒸發掉了市值 這個就是現在國民黨 所通過這個東西 那玉琛姐 我請教你 當初說八千五百點 然後要課這種 累進的這種稅率的時候 大家在想說 你根本是 你乾脆設八萬五千點 八千五千點 那時候才六千多點嘛 所以說八千五百點 不可能的啦 所以那時候就根本 大家批評是玩假的 可是沒想到現在 真的快到八千五百點 因為美股創新高 全世界都創新高 現在是大家拉不下臉來說 我們乾脆就不要證索稅 還必須要搞一個 所謂的證索稅的 這個名稱 這個看板 這個框架 但是事實上 還是一毛錢都剋不到 對 那你乾脆廢掉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是整個 是馬英九的問題 也就是說去年會通過 這個四不像的怪胎的 證索稅 也是馬英九的問題 因為他太不理解 劉易如所提出來的 這個證索稅 所要達到的目的 而劉易如下臺之後 換了張聖和 然後交給政務委員 管中民所拿到 拿出來的這個八千五百點 的這個怪獸 劉易如說 你看通過也是這些人 拿掉的也是這些人 對 可是你知道 這些人怎麼講 像我訪問那個 國民黨蔡政元委員 他說兇手 殺人的兇手是劉易如 我們是醫生 我們把他醫回來 醫回來 就是醫回去年 原來那個沒有對市場 任何發生影響的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認為說我醫回來 我把整個整個這個病狀給醫好了 股市才有機會上萬點 還敢罵我是兇手 對 還敢罵我是兇手 林老師我要請教你 就是如果看我們整個 整個過程 就真的覺得是鬧劇一場 非常荒謬 就是說第一個 大家認為說 你有所得就要瞌睡 這是最基本的ABC 可是我們又怕說 所以在殺雞取卵 你如果真的要瞌睡 大家都跑光光 可是我們不太能接受菲律賓 對我們的威脅 但是我們卻能接受這些所謂的 忠實戶大戶動不動 就威脅 我們說你如果敢課證所稅的話 我就通通跑給你看 我們怕他跑了 就設了一個八千五百點 然後現在眼看著八千五百點 真的好像要到了 不行不行 如果真的課的話 這事情大條 所以我們趕快再把這個假的門檻 再把它拿掉 然後又設了一個叫做超過十億的部分 再扣你千分之一 你賣股票賣了十一億 才扣你十萬塊的這個證所稅 那其實他只要稍微分兩個帳戶 我叫我老婆買 我自己賣五億 我老婆賣六億 還是一毛錢都客不到 你連十萬塊都客不到 我想問說這不是荒謬嗎 不需要這麼麻煩 不過他們現在這個版本 事實上不是證所稅 而是證交稅 因為超過十億交易額的部分 超過的部分 按照你超過的 超過的交易額 克千分之一 就是按照你的交易額 克千分之一 也就是說你超過十億以上的交易額 你的稅率 證交稅的稅率是千分之四 多了一個百分點而已 是 是而不是說客證所稅跟你的所得 沒有什麼關係 對 只有當你出現 如果是交易出現虧損的時候 你到那年底再核實申報 如果沒有虧損的話 你就讓他克千分之一 多千分之一的稅 所以說他這個稅根本就已經名存實亡 那個名是假的 那我這個上個禮拜六 政大財稅系是五十週年 建系五十週年 在那邊大家談到的時候就認為滿紙荒唐 談的這個證所稅的這些規劃 因為都是一些非專業的人在那邊弄出來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搞什麼東西 因為他既然沒有人去談租稅的歸宿 也沒有談這個稅的經濟的效應 完全就是股市的八千五 除了最早弄出來 發現有問題了 把八千五又拿掉 又搞出一個這種荒唐的東西來 我們的所謂的租稅公平 原因是在哪裡 就是我們所得稅裡面 你的財產交易所得要課稅 而你的在資本市場上 就股市的資本利得不需要課稅 那這樣的話 同樣都是一個財產 都是所得 為什麼資本利得不課稅 所以說因為資本利得不能課稅 所以我們的財政部才會對企業的未分配 盈於課你百分之十 因為你如果不分配的話 你股價就上升 上升了以後有資本利得就沒有稅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我就對你的未分配盈於課百分之十 這個百分之十課下去以後 企業就乾脆我就不保留盈餘了 是 因為我保留盈餘就要課稅百分之十嘛 我就乾脆給股東了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整個這個問題就來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所謂的公平性 因為你要因為不公平 所以你現在反而扭曲 然後用一個未分配盈餘稅來扭曲 那工商界大家罵著半死的未分配盈餘稅 事實上就是因為這種我們講的租稅不公平 所以引起的 那你現在好不容易看到現在要證索稅 要搞一個證索稅出來 結果後來搞成這個樣子 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東西 那殷老師我想請教你 你說問題就來了 我就講 你剛剛說 我一個人分一個戶頭分兩個 對不對 或者用人頭是不是 事實上在劉易如當時 在討論這個證索稅 討論最兇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變成外資了 因為我曉得有一些外資的券商 在那邊就把這些大戶都找來 幫他們在海外設個戶頭 轉換成外資回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外資 又進來買了多少 那個是真的外資嗎 你仔細細細細分分它的結構 是 有很多就是台灣的錢 那段時間跑出去了 現在再回來的 真正錢多人是那樣子玩 錢少的人如果你接近十億 我就乾脆用人頭了嘛 我們有不少建商 不屑建商 有一大堆的人頭的 這個戶在那邊可以運用的 就提供出來了 所以說他目前的這個設計 是可能如果被嗑到的話 那些人就是很笨的人 或者是就真心想繳稅的人 那些人是無所謂的 沒有人會真心繳稅 就是說有的人不小心 不小心被碰到了 要繳稅了 真正 真正了解狀況 讓人逃稅的可以避稅的管道太多了 所以說這個設計成這個樣子的這個稅 我是說這個這些立委不懂 當然立委中間好像也有一位是租稅背景的 不過不管怎麼說 你搞出這個東西來 是很光彤的一個東西 我知道你說是國民黨不分期的 不過不管怎麼說 曾巨威老師 不管怎麼說 我們看到的這個整個這個東西 從頭到尾 我們大家有個結論 就是我們的馬總統上任的時候 他就搞復稅改革 搞了復稅改革 結果後來因為這個把我們的遺證稅降到百分之十 所以他等於是行政院通知這個復改會 我要通過這個 不尊重這個專業 所以說這些專業的這些學者 專家都離席出走 退席 結果後來這個復改會就不了了之 等於是他是上任的時候 想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他做件事情 結果沒有做成了 最後最後是這個這個找換這個朱立倫上來 把他收拾殘局結束掉了 然後劉易如上來又開始在推動這個覆改 結果現在推動成這個樣子 這個這個讓大家去覺得 至少在覆改的這一塊上面 他所做的 可能都是讓別人覺得 你是不但是百做工 而是你沒有任何的成就 龍章大哥 我請教你 你怎麼樣看待 不過這可能在歷史上 也是絕無僅有 母女倆 都是為了證所稅而下台 前財政部長劉易如他說 當初財政部或是劉易如部長 他的原則就是說 你有所得就要繳稅 錢賺很多的人 就要繳多一點的稅 因此設了一個叫免稅 那個我們也批評很多 怎麼會是四百萬 可是他設了一個四百萬 然後稅率是十趴 如果你在股市賺五百萬的話 就要課一百萬的十趴 就是十萬塊的這個所得稅 證所稅 抱歉 然後可是這個版本到立法院被國民黨自己的 就是國民黨的財政部長 提出來這個版本 被立法院的國民黨團退回了 堅持要通過黨團提出 也就是現在八千五百點的這個版本 因為劉易如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份額去值 當初退回行政院版的財政部的這個版本 堅持要通過八千五百點版本 就是立委 蔡振元 曾巨威 賴士寶 跟費洪泰 而今天說要廢除八千五百的 幾乎是同一批人 同一批人去立法 同一批人去廢掉自己立的法 所以當初這個設計 就叫做莫名其妙 今天才會被廢除 所以人家說是不是卓是經費 就是說根本不是 因為那一天之前的卓呢 這個八千五百點 根本就是荒謬 對 今天是更荒謬 那我想問的是說 到底在玩什麼東西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這麼care 這件事情 當初講說八千五百點 說一定動不到 可是現在好像也跟這個所謂的八千 五百點或是鎮所稅 一點也沒關係 還是慢慢的上來了 可是現在因為上來 你又說八千五百點 這個好像很恐怖 會壓制臺股 所以趕快把他拿掉 然後又怕說真的刻到稅了 所以才弄一個叫做十億以上的部分 才扣你千分之一 我想問的是說 到底我們在玩什麼稅改 我想很明顯的 就是這一群就是說立委 或者是任的官僚 在配合我們的 無論是股市的 就是說大戶 券商等等 唯一的一個目的跟結果 就是不要瞌睡 剛剛玉珍講的 就是說那個分析 改成這樣子 其實就是刻不到稅 跟原來的就是說情況 那就不要 他的目的就是不要刻 但是呢 那然後為什麼還要 就是馬英九總統 在這一任 就是選舉的時候 他講要租稅公平 要平衡 就是說貧富差距 所以一定要搞一個東西出來 所以我搞了一個 根本不是東西的東西 然後就說出來 只是為了要讓馬英九可以有所交代 那我想就是說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然後欺騙所有的 就是說民眾 欺騙所有就是說 在這上面有期待的人 那我想就是說張惡和部長 他在接任的時候 講就是先求有再求好 那我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是好嗎 這是他在有之後的好嗎 對 這個是無而不是有 對 所以就是說 所以就是說 他的這一句話 後來在很多政策裡面都被引用 都講就是先求有不一定會好 其實會更爛 在不符合就是說邏輯 不符合就是說學理 沒有就是說中心思想跟目的的 就是說結果情況底下的的話 所求的有 他不單單就是說 他未來不是有了之後 就一定會變好 他會變爛的 這個部分的話 就很明顯的可以指出來 那我想就是說 其他的人就都亂搞 那同樣的就是說 國民黨提名曾俊威老師 做就是說不分區的立委 難道就是為了這樣子的目的嗎 難道就是請他為今天這樣結果 為過去所謂八千五百點 這樣子的結果 為今天就是說變成一個 就是說什麼都沒有的 就是說證所稅 根本不是證所稅的證所稅 然後就是提名他做 就是說不分區 做租稅改革的目的嗎 那我們很遺憾 就是說事實上 我很多在財稅上面的 就是說知識也從他那邊 就是說學習到的 那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真的讓我們很遺憾 到今天為止沒有看他出來 為這樣子的就是說的情況 為這樣子的就是說結果 說過任何的話 你跟曾老師比較熟 就是說因為之前 其實在推動稅改的時候 其實曾老師也是推動稅改 很重要的一個勝利軍 他到底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是政治的現實 也就是說其實在去年 要推動這個政策的時候 其實鄭居威推出來的版本 是比較嚴苛的 也就是說真正落實到 所謂的有所得 資本利得的有所得就要課稅 那甚至沒有那麼大的一個 所謂免稅的額度跟門檻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 你自然的在股市的交易 如果你有賺到錢 那就按照一定的比例 來課這個資本利得稅 這是曾經會當時的這個概念 可是為什麼會弄出一個八千五 很多人想說 那你是專業 你是這個財稅專家 這樣的一個莫名其妙的法案 你怎麼會過 沒辦法 那個叫黨團的現實 也就是說國民黨 那當時有很多人即使反對了 都因為先求有再求好 誰要有 是馬英九 不是張勝河一個人 是馬英九說要先有 所以是亂搞 搞說先有再說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 你說要再求好的情況下 這個好不好 這個不是好也不是不好 是對市場上完全沒有影響的政策 也就是說大家現在怕了 怕說你錢不要出去 所以為什麼要有十億的這個 這個射算 十億的射算 就是說這些大戶 你們不要擔心 因為過去 因為我是玩假的 對 不是 因為你的賬戶不會被查 也就是說其實在核實 還有在過去八千五百店 這些所謂的 你只要核實的話 那些大戶 為什麼他們也不想回來 是因為他們都怕被查障 被查障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只要核實課稅 就要查障 那盈老師我要請教你 然後就是我 如果我們還是看到監察院 對於之前通過的這個證所稅 還是提出了一個糾正案 言下之意就是說 你財政部或行政院亂搞一通 你根本課不到稅 所以你提這個東西呢 是殺雞取卵 卵拿不到雞被你殺死的 我們來看看監察院說呢 在提出證所稅之後的整個平均每天的成交值 萎縮將近超過三百億 他說這五年來除了金融風暴歐債危機之外 每個月的日均成交值都是超過一千兩百億以上 可是證所稅提出來之後呢 連九個月都低於九百億 少了三百億以上的成交值 臺股市值蒸發超過二點三兆 那二零一二年臺股呢 從三月二號的八千一百多點 掉到七月二十五號的六千九百多點 然後呢 整個上市年貴的這個總值呢 從二零一二年二月底的二十二兆 二十二兆三千億呢 然後呢 變成是十九點九兆 對 再來我們來看看 你其實你也拿不到證交稅 你證所稅現在一毛都還沒拿到嘛 你連證交稅 證券交易稅呢 都少收了五百五十億 你就是投機不著還十八米 再來是證券投資的淨流出 大家就不玩了 錢就跑出去 所以監察院也對財政部跟行政院 提出來之前 現在這個證所稅的版本 提出了糾正 言下之語說 你別以為你課得到 你連課不到就算了 你還傷害到臺股的體質 我想問的是這難道不就是我們一直被 這些所謂的中石戶 大戶財團 炒股票的人一直在恐嚇 然後恐嚇的結果 連監察院都提出糾正說 你不應該課證所稅嗎 我想 我先講一下曾俱薇的事情好了 我想 我在立法院待過 那立法院的生態 我想曾俱薇一個人在那邊 也是股長難民 那政治限制實在那邊 那政治生態在那邊 所以他在那邊 他可以不明而死 而默而生 他就不吭氣了 我想可能他面對的是這個環境 所以也應該體諒一下 在立法院裡面 這個單一的這種專業委員 他沒有辦法把他的專業施展出來 不過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監察院的 這個糾正案 監察院的糾正案 是就一個股市的事實的一個現象 他提出來 說你搞到現在 你稅收這邊少掉那麼多 那邊你根本影子都還沒看到 所以他提出糾談 然後後來好像是監察院的院長 王建軒 他提出來說乾脆課政交稅 把政交稅提高到百分 千分之六 可是政交稅跟政所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是 交易稅是只要你有買賣就要課 賠錢也要交 那所得稅是你有賺才要課 你賠錢 還可以退 還可以抵 所以他這個公平性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如果你要用政交稅來替代政所稅 我想那個也是非常滿不合理的 不過就是說純粹從稅收的角度來看的話 中華民國的財政部的稅收少掉了這麼多了 那你現在完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要有人負責 這個是監察院提出來的 是 現實 我們的政府的稅收沒有辦法達到 而政交稅少收掉了這麼多 政所稅這邊一毛錢都沒看到 那目前你搞了這個這個把把這個政所稅分分擾擾搞了那麼久 你現在猜這個最後的結果 到底我們中華民國的財政將來會變成什麼樣 有沒有人考量到 丁老師我請教您 您對那個整個食物以及理論會比較熟悉 我想問的是說 我們如果還是拿菲律賓這次案例來舉例的話 這一次我們記得見一次出去 花的那個油錢就三百多萬 大家說你敢不賠 可是說你為了國家尊嚴 為了照顧我們的漁民 你怎麼可能去計較這三百多萬的油錢 同樣的道理 我們為了租稅公平 為了社會正義 為了所謂的落實 所謂的有所得就要課稅的 這個基本的ABC的公平正義的原則 你就算股市從七八千點掉到五六千點 你就算市值蒸發了二三兆 你就算說那個整個資金流出 你還是得課 我想問的就是說 我想如果你做到租稅公平的話 這個犧牲值得 可是你這個證所稅改到八千五的話 就已經不像樣了 改成現在這個樣子 已經是根本不存在了 那這個這一部分的成本 誰來負擔 因為你提出來的東西 就不是一個站在公平 符合公平立場的一個東西 所以現在就碰到了就是說 當初的規劃設計 你既然是這個財政部有版本 那立委提出一個四不像的版本 你為什麼你這個執政黨 會接受 不去堅持 不去堅持住稅公平 你要堅持有 游到最後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這叫游嗎 所以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結果是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些的話 我想納稅人會更氣憤 沒錯沒錯 原因就是說 搞了半天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中華民國的財政少收這麼多 然後我們這個證交稅 這個少收 然後我們的證所稅 這個一毛錢都看不到 租稅公平也完全看不到 然後你還有吃我們豆腐 說你有在課證所稅這樣子 不但是這個 而且對外還可以說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有證所稅 我們非常的公平 我們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跟我們討論 抱歉 高雄劉先生讓你久等 劉先生 主持人跟各位來賓大家好 全國觀眾大家好 你好 我想發表一下我的看法 是說其實從從之前剛開始 就是劉毅如部長 那時候提要證所稅到現在 鬧到現在 其實從我們身為民眾的觀點來看 這就是一齣鬧劇 當然不是劉毅如在取鬧 而是說這些政商權貴 他們在表演一齣戲 就是呼嚨民眾 讓民眾以為你要課證所稅 甚至這裡面跑龍套的 還有那些當初來喊說要證所稅 那些所謂的學生或學者 甚至那些在野黨其實是配合演出 那到現在這些人還有誰在堅持 要把證所稅真正做到民伏起始 沒有不管是懶、是綠或是那些所謂的學者 那些學生 其實我實在是很嚴重的懷疑 背後都是那些政商權貴的搭配 或是他們請出來的表演者 或者說他們請他們配合演出的 因為他們其實是藉著這個來勒索民眾 說你這樣 你看搞這麼久 你還是課不到稅 所以你還是不要課 你把證所稅取消好了 好 謝謝臺北的謝先生 你好 我要請問那個 假外資跟那個真外資 是不是可以七分 那會不會很麻煩 如果可以七分的話 就可以課到證所稅 那外資會不會因此獲利 立委配合股市大戶有沒有證據 所以才會修這樣的稅法 因為那紀德鑑如果說太大的話 改由兩百噸的那個海型船代替 是不是也可以 謝謝 我紀德鑑可能跟今天主題無關 林鄭姐我想請教一下 所以你是支持這樣的修法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不是支持 我是告訴大家說 一切就跟剛剛第一位 扣印的觀眾朋友所講的 回到原點 回到那個去年剛開始 劉一如要提出來之前的 那個當作沒發生的原點 因為他唯一就是 增加的就是只有在IPO的部分 就是說只有再回到這個 今天通過的國民黨的這個版本 其實就是回到說 除了在最低稅負字底下 本來是只有未上市對不對 然後現在加上初次IPO 其他的完全沒有變 那所以我只是告訴大家說 對 他講的沒有錯 就是一切的這個鬧劇 大家回到說 對市場最不要有影響的 最不會讓大戶出走的 然後最不容易刻得到的 讓股市可以直接像美股一樣 可以沖上歷史高點的 就是大家朝這個目標去 台灣的經濟才會好 才有未來 那剛剛有聽眾朋友說 那可不可能分得到 入資跟這個外資 就是說到底他們是 什麼樣的一個身份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 激增成本的問題 因為當時我們在講說 不管你是用八千五 或是說原來劉易如 他們所提出來的那個版本本身的 所謂的激增的成本就非常的高 那所以這個激增成本 當然有很多的這個稅改小組 他們認為說 這是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想請教你 所以就不要吃我們豆腐了 你就直接廢掉說 台灣不要有證所稅 對 我們就告訴大家 我們其實沒有證所稅 我們就告訴我們 就是沒有證所稅 我們將來再為證所稅努力 所以不要在那邊什麼八千五 不要什麼十億 你就乾脆挑課 八千五跟現在都 都是沒有證所稅 台灣沒有證所稅 單親爸爸養孩子 復健母絕好難偶 我們男生單親家庭 根本在社會上沒有被注重的 那陣子真的是心情都很大 很沉淪 有好幾回到公司的頂樓 一直想 放下去 同學常常抱怨 我媽媽的爸爸是一撈到草 我羨慕你喔 其實他們是我真正羨慕的人 因為有人在旁邊撈到多好啊 今天晚上九點鐘 爸媽窮很大 亞太影后張蓉蓉 化身天才甜點時 敲手打造完美的愛與甜點 在人生的魔幻時刻裡 觸動著心靈的每一段故事 今天你想點哪一道幸福呢 公司最溫暖的涼欲系偶像曲 沒有名字的甜點點 即將開啟你人生的奇遇與感動 5月25日起 每週六晚上九點 沒有名字的甜點點 就在公共電視 其實通用設計戶 它最重要設計的重點就是 從任何的空間 從外面進到裡面 從裡頭進來廚房 出去陽台 或者進到衛浴設備 都是順平的狀態 那不但是順平 而只要平整要防滑 5月22號 週三晚間10點 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 通用才好住 我沒有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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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爾摩斯 現身美國紐約街頭 我決定在這裡 我工作成員的工作 在尼洛克 推理辦案 挑戰更多棘手案件 你找什麼 人家人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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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定 你不會再進去這個房子 5月29日起 週一至週四 晚間11點 福爾摩斯與華生 公視頻道獨家首播 king導致 全體 成功 收績 支援 大家